健康年代 关心您的健康 哈喽 大家午安 我是慧妮 好 又到了我们健康厨房的时间咯 您喜欢吃鱼吗 其实多吃深海鱼 对于身体来说真的是好处多多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鲑鱼 搭配上当季的芦笋 要做出这个清脆又带着海鲜滋味的冷排 食材非常简单 兼具营养 那么甚至还有太阳效果 健康厨房健康好料理 夏天最适合吃什么 那就是冷排 那今天冷排料理的东西呢 食材只有两种对不对 是 是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请主厨 大概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 因为其实夏天呢 除了吃大量的蔬菜水果之外呢 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适当的蛋白质 那蛋白质呢 只是补充为了这个身体所需的一些 维生素 矿物质 那我们今天选用这一种鲑鱼呢 红鲑鱼它是这个非常季节性的这个食材 它经过烟熏的过程 它本身富含这个Omega 3的这个深海鱼肉 然后成为一个粉红色的一个鲑鱼肉 那我们搭配这个季节性的鲁笋 也是非常的清爽 然后补充这个人身体的用力也非常好吃 食材简单只有熏鲑鱼和鲁笋 鲑鱼片修片后慢慢薄成长条片状 鲑鱼营养价值高 卫生署甚至建议每周吃两到三次 每次60公克就可以降低罹患癌症几率 谈到预防磷患癌症 台湾每年4到10月盛产的鲁笋 更是妨碍蔬菜第16名 鲁笋切除老掉的根就可以下水汆烫 目的就在于软化纤维 家庭盐巴还能顾色 到绿色植物里头的抗氧化物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鲁笋它本身是一个 比较鲜甜的一个植物 加以适当的一点点盐 更能凸显它这样的一个甜味 汆烫两分钟的鲁笋随即冰镇 锁住鲜美口感 撒上芥末酱 用熏鲑鱼把芦笋裹起来 不需要再加太白粉 手法简单 毫无难度 芦笋 鲑鱼 冷盘两三下搞定 不到五分钟 熏鲑芦笋卷已经大功告成 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主厨的秘密武器 你猜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一个烤过的这个芝麻 白芝麻 白芝麻 为什么要放这个白芝麻 虽然它冷盘的 虽然是冷盘 但是它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烤过的白芝麻 撒上一点 让它增加它的香气 香气 是 不能用黑芝麻 黑芝麻 也可以看个人的喜好 加一点黑芝麻 很清爽耶 而且有那种咸咸的 我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我不是用熏鲑的话 就是我可以还用什么方式 我可以先煎过吗 可以 鲑鱼煎过它的颜色 那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么漂亮 就没办法那么漂亮 但如果同样生海鱼 我可以替换其他的生海鱼类 来做这样的包裹吗 我们还有雪鱼 还有雪鱼 对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 熏雪鱼也可以就对了 简单的料理 在家里学学做做看吧 每一段新闻投片 由若美台北报告 好 简单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阻人